哈喽你好我是敏鱼与你分享正能量来到星期五就跟大家分享小总结吧 说到这个主题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挺困扰的被爱去爱等等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有在犹豫的时候呢多少你大概知道你要的答案甚至是你的决定是倾向于哪一个了 也就是说当你发现或者是你体验得到有人是很真心实意的爱你 但是你没有去提出任何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或许当现的那个自己你是享受于当中的 当然如果你是非常爱一件东西可能你在无时无刻也是一直会挂在嘴边 但是我相信你的行动就是最真实的那个自己每次都说嘛行为都是最诚实的 那如果在未来又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决定了吧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50分留守爱一份与你分享正能量继续约定你咯 没关系 �一这一步 愉快 先准备你 看 如果你